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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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没有办法 用医 出去 叶总 叶总 出去 王林 你可是医学师教 我老婆的病就靠你了 叶总 就算是大国手 亲自出马 恐怕也 就是这间病房吗 出去出去 这儿的病人需要休息 叶总 他是京城来的专家 你好 我叫林正德 这么年轻的专家 金医院长怕是您被骗了呀 你 喜欢吃人参的 再多吃几根 命都没了我 你怎么知道 嘴唇发干 眼光成紫褐色 是大三阳的病症 人身本就属阳性 你说呢 林医生我还有救吗 你说去 我给别人看看 救救我 他就给我一百块钱 不凭你 找柱缚啊 在柱缚啊 救命啊 救命 小妹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就别叫了 在这个地方 没人搭理你 就是 你还指望别人来救你吗 别人躲躲躲不及 救命啊 有人吗 小妹 别叫了 先来救救我呀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 小子 你谁呀 放开我 给我磕三个想头 就算了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跟他道歉 然后我放你们走 二娃 弄他 大哥 我们走 走走走 你没事吧 又恋爱中 绚烂的世界 没 没事 刚才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恐怕刚才就 没事 举手之道而已 我叫叶子昀 你怎么称呼呀 林振德 那个 我车就在前面 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我刚到这边 我还没有住处呢 我刚到这边 我还没有住处呢 我还没有住处呢 那太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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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我家正好有多余的房子 可以做给你住 要不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就是我家啦 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 我爸我妈有自己的房子 我平时呢 是住二楼 你住一楼的客房就行了 哇塞 这么大的房子 这租金得不少钱吧 う air 怎么了 我 我的脚 你的脚 我的脚 刚才摔到哪儿了 爸 这儿吗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这儿啊 你信不信我可以短时间内把你治好 真的 试一下 你干嘛 没事 你继续 你继续 好了 感受一下 真的不疼啊 你怎么做到的 拜托 我是医生啊 咋啦 那个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可以啊 什么 当我男朋友 郭坤 你别再来打扰我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谁呀 怪你什么事 亲爱的 你这件衣服都皱了 等一下我们就换件新的好不好呀 好啊 老板 今天天气不错啊 没想办法尽快捐钱啊 又是他了 怎么 还不死心呢 你什么麻烦呢 这油瓶 还是钱不够 你要多少 我说啊 我说啊 您那方面有问题 大概有一年了吧 还想着女人呢 你怎么知道啊 大哥 我是医生啊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 什么都可以给你 我只需要你离他远一点 谢谢 你那儿的筋脉被堵住了 只要我把你那筋脉给疏通之后啊 就能恢复正常了 你这个是中医 中医怎么了 行 没没没没 误会了误会了 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 只要能治好我的病 那就OK了 你把那个裤子往下拉一点 看什么看 头撞回去 准备好了 好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又能行了 已经痊愈了 不过 不要那么频繁 行 我注意注意啊 走了 等一下 神医 又怎么了 这个钱给你 想用多少 就用多少 小费 好 记住我的条件 就剩下三十八块钱 明天吃少了 好了没 我们要出发了 来了来了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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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怕不是在吹牛吧 我也觉得 是他自己有病吧 对 我也这样觉得 你这样算一个学艺者吗 他叫许荣 是本地的一个富二代 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做 才能符合你的心意啊 主动解释的事情多没劲儿 我才不干 你这嘴和鸭子嘴一样硬 别到时候饿肚子 跑过来求我 我求不求你 我是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会来求我的 求你 医院医生这么多 我凭什么求你呀 求不求我 可不是你说了算 是你的病说了算 小子 你倒是说说 我有什么病 正经一切 你疯了吧你啊 我就算再有钱 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骗子呀 你在三年前就开始身体发热 并且到现在都没好 你是凭运气吧 你是凭运气吧 运气啊 你来我这了前十分钟就开始复习 而且是今天第四次 对吧 我们作为医生呢 最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 以上呢 是我根据你的精神面貌 一个旺子所得 当然 具体情况 阿麦 小生业 你帮我看看 到底什么病 男总女佑 神业 我到底什么病 还有救我 孩子 神业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这小子还是有点东西 这东西看得出来 对 正经帮我说一下 那 他会不会找回来呀 只要他想活命 对了 各位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妇人看病 自然诊断费就会高 穷人看病 价格就会低 没钱的人 我甚至可以分文不收 明白吗 实际 我我我 我生活特别的困难 你 是属于家庭情况 困难的吗 偷儿带女的呀 谁会说自己没钱的 是吗 那你昨天为什么 喝人参鸡汤了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啊 无论吃了什么 都能在他的精神面貌 报上表现出来 啊 这人参啊 性贫味苦 是大的 是元气大伤之人的 滋补加贫 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情况来说 吃人参 等同于吃皮霜 我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啊 我不光能看清楚 你们吃了些什么 还能分辨清楚 你们到底谁负谁求 不要再跟我玩这种卖彩游戏了 神医 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 来 给他付的钱 我一分不少都给你 请你帮我调理一下 我当然可以帮你调理啊 医院也可以 只不过我只需要你当下三分钟 收你三千块 医院的话 我只收你一千块的诊断费 那在医院要花多长时间 嗯 一周 一周啊 那还不如三千块钱几分钟就搞定啊 看你喽 那好 把脱掉了 神医 把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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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天不快的 今后回家 来来来 侯特 来来 人生一半都吃海多 哎 神医 哎 问你个问题 他们 是不是拖 我还是看出你身体有问题 你说他们是拖 我要是看出你身体有问题 你不也得是拖啊 这个 这个 你身体哪里有问题 自己心里没说 神医啊 这次隐私 千万不要说出来啊 哎 凭什么不能说啊 人家的病能说 你的就不能 你还说他们是拖 去 我看你才是拖 不用管他们啊 你这个病情啊 不适合在这里治疗 我们去隔壁宾馆 我帮你治疗 哎 好好好好 走走走 神医呢 干嘛 哎 你知道神医去哪了吗 你不是说他胡说八道吗 怎么现在又叫他神医了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你知道神医在哪吗 我给你一千块 神医刚刚去隔壁宾馆 给人家治病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那 新积分 哇 借钱赚得容易啊 开心 喂 爸 哦 在外面呢 跟朋友一块 哎呀 你不认识 叫林正德 嗯 对啊 学中医的 他可厉害了 嗯 什么什么 他就是你要我家的那个专家 谢谢神医 谢谢神医 没有 太感谢了 那就这样 我们就先走了 哎 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 明天再来 好 那盒子里有多少钱 二十三万 还凑合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我今天 好呀 好呀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杨医生 你快救救我爷爷吧 救你爷爷可以 但是总得给我点好复吧 杨医生 只要你肯救我爷爷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钱我不缺 所以我现在就缺个女朋友 杨医生 你别这样 你再考虑一分钟 你就要给你爷爷送终了呀 这就对了吧 你谁呀 称人之威算什么义生啊 亲手 姑娘 你的爷爷 我来治 他居然会终医 他居然会终医 这酒可不是能乱扎的 扎出问题了 可要负责任的 你怎么办 爷爷 爷爷 你醒了 醒了 醒了 这是什么呢 小伙子 是你救的我 正事在下 谢谢你 今天又不是预先机 老夫寇妈就交代了 老爷子 别客气 在下林正德 咱们学医的 哪儿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真有见死不救的呢 林小哥 老夫 顾长风 今天咱们相遇 也算是缘分 今后 有什么需要 老夫帮忙的 尽管找我 好 行 顾老 这里 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先走了 告辞 一遇风云 变化龙啊 这小伙子 行啊 之前说那个神医就是这儿吗 是的 之前说那个神医就是这儿吗 是的 讨厌 这是这个神医就是这儿的 时候 来 少爷 这边 知道我这里的规矩吗 医疗费 不就是钱吗 多少你说 一千万 行 我的病还有的质吗 你这个病啊 挺复杂 不过没关系 我大概分三个阶段给你医治 把衣服偷了 你的阳气很弱 等你的阳气耗尽 什么也就走到尽头了 第二阵 将你体内的寒气味驱赛 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好 第三阵 这些天 想往太多真心 是说我寻找一个灵气多的地方 修理我的阴阳之法 神医 我弟弟怎么样了 你弟弟的病啊 积累了二十年 我大概得分三次才能治愈 什么 还没好 不信我 行 我把钱推给你 哥 我好了 他真的是个神医啊 怎么样 对不起 没事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走了 神医 神医 你怎么了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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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来 吃点东西 谢谢啊 但这些东西 对我练功无异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吃碗面条 可以啊 那我去给你做面条 等等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适合进厨房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身体不方便啊 我是医生 你说呢 那你不是要吃面吗 先不管吃面 我先给你治疗吧 治疗 这个怎么治疗啊 把手给我 要来立价了还熬夜 这么不爱惜身 还不是因为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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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手不找你 我担心 我担心 快点 我们下期再见 带我老师 快点 带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等一下 喂 叶小姐 你爸出车祸了 赶紧来医院一趟 啊 好 我马上过来 放心吧 有我在 你爸不会有事 我相信你 哎呀 李医生 你总算来了 叶总啊 折腾了半天 没整过来 你来了就好了呀 你医院的医生 就会处在这儿吧 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叶总车祸非常严重 他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闭嘴 你们就是废 患者第一时间送到你们这儿了吧 你们什么都没做 单方面宣布患者死亡 一个医生 在患者还有生命的时候 直接宣布抢救无效 怎么 怕单泽 又怕单泽 又要当医生 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样 老爸 对了 如果我把它治好 你们要给我打个赌 打 打什么赌啊 你们每个人脖子上给我挂个告示牌 说我是庸医 怎么 浪费时间 站住 行 我跟你赌 金院长 这事你做见证人 走 你这个小猫孩 你给人家堵什么堵啊 你连眼药水都不会放 你还给人家堵 启 启 启秀神医 你可来了 快救救我丈夫 妈 爸怎么搞的 怎么出车祸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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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 你 很多人都没安是 你 别人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人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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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不 我 不 你 我 我 我 你 叶夫人啊 对不起啊 我管教无方 我给你赔罪了 您继续 继续 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不行 我要陪着我吧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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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爸已经没事了 老公 老公你可醒了 你好吧 小真意 你还好吧 休息休息 就没事了 小云 扶小神医出去休息 好 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你要为你所说的话付出代价 老祖中留下来的东西 永远都是有用的 叶医生 怎么样 亲院长 不要忘记你们的承诺 走 林震德 林震德 林医生 你怎么样 你醒了 我睡几天了 整整七天 我都担心你挺不过来了 林医生 院长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差不多了 再休息个几天就好了 这次多亏了你 你帮我们把叶总治好之后 给我们医院解决了大问题 你光知道解决问题 你没看人都这样了 好 林医生 你考虑过到我们医院来就职吗 院长 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 林医生 只要你答应 什么时候来上班都行 待遇给你最优厚的 除了我们医院的成本 其他的都是你的 院长 这条件 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但是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 独来独往的 不好意思啊 你不愿意入职 也可以 那我们搞个合作 怎么样 怎么合作 就是我们医院有病人的时候 你来给他治一治 平时 你可以不来 这个不错吧 一根千年人生就有这么多灵气啊 要是再来两根的话 我的阴阳针肯定有大突破 是 它就会有点 是 走 走 走 打 你愿意吗 想的美 我一个女孩子做一个先开口啊 你跟我表拍我肯定就愿意啊 哎对了啊我愿意 你愿意什么啊 哎你想问什么 我是说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中草药 一条街 你愿意什么啊 我去 我问这个问题 有是有 不过你要找什么让我爸去找 不更快吗 不用我想自己去碰碰运气 嗯 那行 那待会儿我回家 顺道带你一块过去 好啊 或者一块儿跟我回爸妈家 先生需要点什么 哦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上面的药材 千年雪莲千年人参千年灵芝 先生不要开玩笑了 怎么回事 掌柜的有人闹事 凭什么啊 就因为你们店里没有这上面的东西啊 你这单子上全都是千年级别的药材 你这不是来捣乱的是什么 先生 你这上面的东西呢 确实少见 不过我们这儿啊 倒是有一株千年天山雪莲 是吗 先生 这可是我们的镇殿之宝啊 果然是千年天山雪莲啊 这灵芹 我的营养圈肯定能再上一次楼 掌柜的 这株雪莲多少钱 这天山雪莲呢 堪称是无价之宝 你如果想要的话 我就打电话问向我们老板 好 等等 听说这儿有天山雪莲 听说这儿有天山雪莲 我要了 二位 不好意思啊 这个天山雪莲已经被这位先生预定了 他妈 看他这样子 买不起吧 你是什么人 敢跟我们八大家族争东西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什么八大家族啊 我也不感兴趣 我只知道江湖规矩 先道先得 这雪莲 归我 我管你什么破规矩 我们八大家族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捞不到的 二位先别着急 顾老 您来了 顾老呀 恩人 又见面了 原来顾老是这儿的老板呀 恩人 有什么需求 只要恩人看上了 随便拿 没什么 明天 滚 滚开 那儿 客气是吗 等一下 这个人不简单 他背后肯定还有什么背景 想办法把他送进去 再慢慢查他背景 你们不用费心思了 这雪莲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我希望你进去之后 也能这么取一 小兄弟 他们只是要动用关系 把你抓进去再出气呀 过了 没事 他们拿我没办法的 王老 这会儿有空吗 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 你说 你们京城八大家族的弟子 还真是胆大包天哪 跟我抢千山雪莲 还要把我送进去 罗家的女主人被人吓死过 这边的医生说 要千年天山雪莲才能解脱 这雪莲 你小时服用不可吗 如果不是 就给他们吧 算是我老头子欠几个人金 这样 如果我说 这毒我能解 但是用不着雪莲呢 那我来安排 好嘞 辛苦 喂 对对对 我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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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知道 好 不好意思啊 之前是我们冒犯了 要是你能解我妈的毒 我们三家人都欠你一个人情 我说 喂 紫月 救我 我没人算计了 叫华东大球电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不同意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就不要怪我了 刘公子 你这是在犯法 犯法? 我们狼才女帽这么相配 犯什么法呀? 我们可以慢慢认识 你先把我放开 我们聊聊天 放开? 你骗了我这么多次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来吧 我放开你 来 我放开你 放开我 放心 我会对你好的 来吧 你就从了我吧 银行车 你是谁? 想干吗? 你没事吧 你真的 你太害了 你终于来了 你是谁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管你是谁呀 我只想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我告诉你 要是被我爸吃到了 绝对不会发过你 你下面那个东西 就是作恶的源头 我要是将你那个东西废了的话 也算是为了那些 要被你糟蹋的女孩子 办了件好事吧 别 我求你了 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 我还没有传宗接代呢 你也不想象 那你用他毁了多少个家庭 啊 大哥 你 你这 把牛是怎么了 你放心 我下手不会死人的 大哥 你 你 你惨啊 牛老板 就他一个儿子 你的胜这么有绝后啊 是吗 那我就等着你们刘老板 啊 走吧 牛渤主呢 你 你牛渤主呢 你 你 lll 你还好吧 你 你不上位吗 那你要怎么陪我啊 我给你讲故事啊 啊 这么陪我呀 那你说我这个故事 三分钟之内保你睡着 好 这老大看着不对呀 不对劲就少说两句 室晚放跟我去抓一个 叫林郑德的小子 照片也发到你们手机上了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还有 要准备好刑局 一百零八种刑局 我要让这个小子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老大 万民有人浪事 这小子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不是照片上那个人吗 谁第一个把他给我放倒 一号就是咱们公司的副总 你这拳啊 再练几十年都不是我的对手 打开个 还有谁 一起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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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啊 正好省得我费时间了 我都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手法快 还是我的枪快 大哥 这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我敢一个人来这里 还怕你这手枪不得 你拒绝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 你说 我该怎么对付你比较好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鼓舞者 还是异能者 这规矩你不懂吗 规矩啊 什么规矩啊 鼓舞者和异能者 不能随便对普通人出手的 一旦出手 将遭到天杰最严厉的制裁 天杰 什么是天杰啊 天杰 是鼓舞派 异能派 和世俗界 选调人手组成的 一旦你对普通人出手 天杰 将进行到天涯海角 这么隐秘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 还是说 这根本就是你编出来的 想让我放过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几年前 我有个朋友 他跟你一样 也是异能者 他告诉我 如果以后遇到像你一样的人 就告诉他 天杰的事情 就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放了你 我这不自找麻烦吗 你当我白痴啊 你想多了 近乎今天的事情 我哪还敢把你怎么样嘛 我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要是真的敢动我的话 天杰是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你提醒我啊 你想干嘛 为了我身边人的安全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别乱来啊 现在是法律社会 你要杀了我 你也讨不了的 这个世界上 除了死人说不了话以外 还有一种方法 让一个人什么都做不出来 你别乱来啊 你要干什么啊 你还记得你儿子吗 曾经有一个女人 为了不让她霸王硬上工 跳了楼 没死 你猜猜她成什么了 不关我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放了我吧 不好意思啊 为了我身边朋友的安全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啊 再见 植物人先生 林大哥 跟着我们逛了这么久 累不累呀 不累 叶子云 这么巧 王超 你怎么在这儿 咱们同学聚会 一起去KTV玩玩儿 这人谁啊 这人是我以前的班长 今天就算了吧 我正好有两个朋友呢 不太方便 既然是朋友 大家就一块去啊 走着 走吧走吧 我也想唱 各位同学 看今天我把谁给你们带来了 小云 最近怎么样好久不见 这是男朋友吗 走 叶子云 你找男朋友的眼光 她不怎么样啊 怪你什么事 唱什么歌 都可以 对 曾经的帮花 怎么没有选择和王班长在一起啊 选择了这个穷屌丝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你们先点歌 我去下洗手间 那个林医生真的是叶子云的男朋友吗 我不知道啊 应该不是吧 哎 牛猫 牛猫 我真是看得起你 很多女孩都向我调起她 我还看不起呢 哈哈哈哈 我还看不起你呢 耍流氓 你耍流氓 别打啊你 哎呦 哎呦 发光头怎么了 怎么了 我在你的场面被人打了 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啊 哎 林兄弟 请问在哪高救啊 我无业游民 不会是班专的吧 紫云怎么会喜欢你呀 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紫云喜欢谁是他的自由 需要你操心吧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喝酒 来 紫云 干杯 对不起啊 他们都是我同学 看来 你们班上的同学 都挺喜欢你啊 他们肯定是嫉妒 叫你会说话 他 还有他 他们两个 给我打 哎 觉得我王超好欺负是吧 我爸是王刚 在座的都是我朋友 你们怎么回事啊 他刚刚占我的便宜 不该打吗 那不行啊 你们欺负女孩子 你们是男人吗你们 少跟他废话 上 小安 不许动手 你最好不要管 你老子在我上 什么都不算 懂吗 是是是 上 小安 来 你这是干什么呢 给我起来 打呀 老板 这本人有点兴起 咱们好恨不情心亏 走了吧 很好 我记住你了 走 就这么走了 还想怎么样 先道歉 再走 大哥大哥 怎么了 张公子在隔壁被人家打了 你快去看一看呀 来了来了 走走走 小子啊 别得寸进尺 刚才的嚣张劲哪去了 郑总 听说有人欺负你 是谁 是谁 谁动的手 哎呀哎呀哎哟laughs 哎呃哎呀哎呀哎 诶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说啊 你叫这人也不行啊 咱们是今天的时候就大厨为吃饭 对不起 走走走 没人叫你怎么着气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各位 行了 滚 行吧 天也不早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来 你买的东西 路上小心哦 林大哥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好帅啊 我好喜欢你 嗯 哟 看来是我挡了你唐花呀 不是 他 他敬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 那你还想说什么 天 我回家 小云姐 那个 我家钥匙忘带了 能不能去你家住啊 我 林大哥 我帮你拿 你这儿要住多久啊 你这儿要住 你这儿要住 我 你这儿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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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这儿有很多 你我 小云姐 我 我 你这儿要住多久啊 这个 嗯 不太清楚啊 那 他喜欢吃什么 哎呀 他就是个做客 跟他交流也不多 这个嘛 我不太清楚 嗯 那他喜欢玩什么呀 哎呀 饿死我了 有没有吃的 林大哥 我看你这么精神的样子 一点都不饿呀 我成功了 你成功了 那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明天我们一起出去玩 啊 小云姐 一起吗 明天 你好像还要出诊哦 哦 对对对对 叶夫人 我明天还得出诊 治病呢 而且你每次出诊完 都要休养好几天 你这才刚好 要不要 跟叶夫人换个时间啊 不用 我现在已经大功告成 再也不会出现之前的情况了 你终于来了 赶紧给我妈解读吧 来 先给您把麦 看看情况 子罗 对林医生好一点 那女儿啊 都比我寵坏了 你不要 放了心想 没事 我不会和她一般计较的 来 大家准备一下 我准备开始了 请 我们走 我们下班 怎么样 你母亲治好了 进来吧 妈 你的毒真解了 现在好多了 这个小林真是个神医 不行 我还是得给金院长打个电话 让他跟你做个全身检查 那你们先忙 告辞 小亮 林先生 请暂时不要离开这里 董诺夫人检查完之后才能离开 如果我非要走呢 如果林先生执意要走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这是你自作主张 还是有人让你看着我不让我走啊 什么时候我去哪儿也归你们洛家人管啊 子罗啊 快向林生姨道歉 我才不给他道歉呢 妈 你这是干嘛 你这是干嘛 林生姨 我女儿从小被我宠坏了 我代她向你道歉 洛夫人 我给您治病是为了王老的免子 行 我不去计较 按照市面价格 天山雪莲 医药费 一个亿 啊 什么 这么多 两亿 你表示对林生姨的答谢 那就先行告辞了 妈 王老对她态度这么好 你知道为什么 她这么年轻 你得的这么好 一会儿 要是我们家里去 那该多好啊 王老对她态度这么好 王老对她态度这么好 我心里有给你 没得到 你 我心里有一个 Civil免子 老是 应该怎么回事 我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男朋友的眼光可不行啊 关你什么事儿 我们之前可是有婚约的 你找这么一个小毛老 这不是气我吗 你说什么 小毛老 不然呢 不然呢 这一巴掌 是你出言不逊的选择 我可以打到你懂事为止 你竟然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等会儿 等会儿你就死定了 希望你等会儿叫的人 不要让我失望啊 等着 还死我了 怎么不冲动 怎么没事儿 我再进去看看啊 其实啊一百万在这个区域只是起步价 有的时候啊 数盈能达上千万 我听说有一个老板 一天之内 就说了五千万 还只是纯粹的 都市 哇 那 纯粹 还有不纯粹的 对啊 比如你和我 各看中一块原石 堵住一千万 看出来谁的价格更高 谁就赢 哎 诶 只管不入手 你还是不是 哼 是 是 你说的对 不赌一次怎么算男人吧 好啊 我们来说怎么个赌法 那个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要不你说的算啊 我们各自入手一块钱 谁赚最多为赢家 怎么个赌法 那个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要不你说的算啊 我们各自入手一块钱 谁赚最多为赢家 说吧 堵住 什么 我看你这样 也不是有钱 这倒是让我很围栏哪 这卡里 有大概两千万 你不信可以找人查 公平期间 你的两千万 我堂堂女家大少 两千万我会没有啊 口称无凭啊 知道这是什么卡 黑卡 无限透支的 想办了啊 可以开始了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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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呢 前面的叫声忘了是吧 这小子是谁呀 居然敢打女家大少爷 女家大少爷 今天怎么没反手呢 感觉不对啊 我希望你一会儿 别吓鬼求我 王老板 可以开始了 两张卡都有效 可以开始了 请 董事 真的能行吗 我的能力你还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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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老闆 就这块吧 确定了 嗯 那要老刘来 绿了绿了绿了 出绿了 真的出绿了 这小的运气不错呀 真的出绿了 天哪 林震德 这块能值五百万 五百万 哦 它那块可能会更好 哎 你盯着我这块石头看什么看 你能够看出什么话来 我说 你这是一套的 得亏 你 你 我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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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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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很喜欢错嘛 关你什么事 哎 哎 来吧 不会是冰种吧 才是白色的呢 哎哎哎换一面换一面 老板 已经全切开了呀 这 颜色不对呀 这 怎么可能啊 哦 吕大少爷 你打算两千万是转账呢 还是赖账啊 嗯 哎 口受无凭 这样 我们白色黑色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你怎么耍发呀你 哼 你可别又后悔了 啊 不会不会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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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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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错了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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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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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个是 可爱 上车就是他就是他 для我 richer 我叫了个小大冠军过来 打死你 怎么办 谁啊 大哥 我不知道是谁 我再去找 走吧 你杀了呀 我拿肚子撑了 我拿肚子撑了 什么意思啊 下来下来 干什么 什么意思啊 你他妈是谁呀 林氏义 好不容易脱了叶总的关系 才把你醒来真是太好了 这儿就是李家山庄了 你们这李家山庄卖吗 怎么可能 这山庄啊 可是我们李家的大本营 爷爷来喝点水 老爷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只有三天时间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家老爷子身体状况这么好 怎么可能只剩三天时间啊 林氏义 快帮我想想办法啊 真的只有三天了 我知道你们都会怀疑 你们可以请刘老师进行二次行程 什么三天时间 简直是一个庸医 老爷子的情况 我之前是检查过的 只要用心调养 不出半年就可以完全康复 不是只剩三天吗 别听她的庸医的一派胡言 我看你才是庸医吧 黄口小儿 信口之王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吧 对 柳医生来我们家之前 是国字号大医院的主任医师 他的话比你可信 李凯 你找到这些什么假生意啊 行 我再提醒你们最后一遍 老爷子已经游记灯窟 今晚十一点必然吐血 你们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下一次再找我来的时候 就会要了你们李家一半的财产 抱歉 哎 哎 雷神医 哎 雷神医 大哥 老爷子吐血了快来 刘医师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的情况 我早上检查了 还没什么大问题啊 这出展间 可能就比较危险了 最多两三天 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老爷子时间延长一点吗 没办法 老爷子现在是游记灯窟 十夜九点 胡说八道 用医一个 你没有办法 并不代表别人没有办法 你们别忘了 林神医说过 今天晚上十一点 老爷子必定吐血 我记得中午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说有办法把老爷子治好 至少还能活十年 那小子就是瞎懵的 老爷子现在这种状况 就是大楼先进来就不活 我现在只好派人请他来试试 我想他也不敢骗咱们李家 老爷子的病我能治没问题 我的条件都清楚吧 清楚清楚 行出去吧 怎么还因为出来这么久了 连声音都没有 林神医 老爷子出来吧 谢谢大家 川普 老爷子 他也给我 已经累了 马上准了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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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去現金割鈴 可以啊 沒問題啊 那我現在就去辦 那我走去現金割鈴 餵 李凱恩 林生意 我正有事找你呢 那個 你能不能搞到 像你們李家山莊地理位置 那麼好的別墅啊 林生意 你是要買別墅呢 還是要買山莊啊 我無所謂 只要地理位置 跟你們那個差不多好就行 好位置 我想想啊 還真有合適了 天馬山有三套頂尖的別墅 在山頂可以一覽眾山小 可是開發商不斷出售 很難搞到手 哎呦 一個億能不能搞到 林生意 你這也太瘋狂了吧 花一個億買一套房 只要是你們李家辦事我都放心 只要你能搞到那三套中 地理位置最好的那一套 好吧 好的好的 我現在繼續落實 一有消息啊 第一時間給你打電話 哎 好 待會兒消息 喂 進院長啊 林醫生 我這兒啊 來了一個世界上最罕見的病人 哎 你知道 雌娃娃病嗎 媽幫我走 沒事 醫生來了就好了 哈哈哈哈 黃了吧 來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醫院最優秀的林大夫 你好 林震德 黃浩天 黃浩天 不就是那個碼頭山別墅的開發商嗎 我先看看女兒的狀況吧 來來來來 把手給我 沒事可以治 但是療程可能有點長 需要三次治療 真的嗎 嗯 嗯 但是啊 除了診療費的話 我還有一點其他的要求 想跟你說清楚 只要能治好我女兒的病 有什麼要求 你隨便提 哎 我知道你在碼頭山山頂 有三套別墅控制 我想 其中有一套能不能 沒問題 只要能治好我女兒的病 三棟別墅 你隨便提啊 真的嗎 真的 行 沒問題 我一定努力 那個黃老闆 這樣 您呢到我辦公室 去喝會兒茶 林醫生治病啊 有個忌諱 不願意讓人看 好好好 走走走 那你忙 我今天呢 剛買的上好的龍蹄 哥哥不在這裡嗎 沒事不疼 走 去爸爸那兒 他的病啊 還沒完全根治 不要有太多的運動量 林醫生謝謝 那三套別墅 隨便你選 今天我請客 都別客氣啊 哎呦 林大哥 今天怎麼突然想起來 請我們吃大餐啊 是不是又宰了那個風二代病人啊 別瞎猜 救了個人 救了個人 救了人 然後呢 準確地來說 是救了一個房產老闆的女兒 哎呀她得了非常罕見的一種病 叫瓷娃娃病 顾萌你知道的啊 我之前聽爺爺說過 業內都說這種瓷娃娃病 是沒有辦法更治的 是啊 我治好了它 所以啊 地產老闆送了我 碼頭山山頂 最好的那一套別墅 那不是你最想買的那一套別墅嗎 是啊 那點靈氣非常充沛 對我有很大的好處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我想邀請你們一起搬過去 對你們的身體也很好 如果不願意的話 那就算了 我願意 我願意 不願意的話 不願意的話 林生一 呦 搬家這件小事還有李少幫忙 我就撂個臉 這不怕林生一啊把我給忘了吧 哈哈 搬家這種事啊 我肯定會來的 哪裡謝了 其實我是來好好看看 你那套被吹得很牛逼的別墅 讓我們林生一 花了一個月的心血啊 你們李家山莊也挺不錯啊 要不拿你們李家山莊來換 哈哈 這李家山莊啊可不是我的 要不然呢一定跟你換 哈哈 電話 喂 啊 啊 好我們馬上過去 怎麼了 我提前安排了車去接葉子雲他們 在山下出事了 走 那女 挺娜呀 要不今天陪哥幾個玩玩 呸 噁心 我們有事不跟你多說 小莉都聯繫上了嗎 別笑了他們馬上去逗 行 咦 咦 美女別走啊沒有你 怎麼了 想走 這方圓八百里都是我的地盤 呦 這麼威風呢 林大哥你終於來了 你怎麼才來啊 你是誰啊 還想英雄救美 小姨不怕斷了手腳 你也喜歡斷人手腳啊 那你知道斷手腳的滋味嗎 林大哥別跟他廢話 揍他 揍他 好 怎麼拉少爺 怎麼了 怎麼回事啊 難堪他們啊 要不今天就算了把少爺抖回家吧 好嗎 下次抖回家 今天就先到這兒啊 下次再來找麻煩 就不止是胳膊了 今天喬遷之喜 我準備了好酒 咱們哪 不醉不歸 來來來 開心開心 這個房間不錯 把人都給清出去 我要坐這兒 誰啊 這個包廂是我們李家先訂的 做事情總有個先來後到吧 他們李家在這兒還是有點勢力 要不我們還是換個房間 不過就是地頭蛇嘛 有什麼可怕的 把人給我趕出去 這兩位可是京城來的大少爺 我勸你們還是實相點 趕緊滾出去 跟他廢什麼話呀 要是不出去的話 打一盾 認出去 滾 小子啊 找死是吧 我找死 我看是你們找死吧 這兩位可是京城八大家族 我管他哪來的 火星來的也給我滾 小子 我來會會你 你 哎 小子 你談上事了 八大家族不會放過你的 小子 你敢斷我手臂 你會後悔的 後悔 我之前也得罪過你們八大家族啊 我這不好好的嗎 你就是那個神醫 走吧大少爺 捨不起 我們去哪兒 去看我手臂再不看就要捨了 站住 知道我是神醫 還去找別的醫生 啊 不管你是京城來的 還是哪兒來的 都不能肆無忌憚 好 好了 既然教訓給了 借骨也是順手 滾 沒事 這男人變臉的速度比女人都還快呢 那當然了 神醫就是神醫 林大哥 我發現你不僅長得帥 連武功和醫術都很厲害呢 我好崇拜你啊 有事嗎 我是江蘭柳家的 你不陌生吧 不好意思啊 我沒聽說過 幹嘛攔我車 那套別墅你賣不賣 不好意思啊 那套別墅我自己住 不賣 五千萬 你轉手就賺五千萬 五千萬 我當初為了這套別墅 可是願意花一個億啊 八千萬 你至少有問題吧 我說當初為了那套別墅 我願意花一個億 你八千萬算什麼 別丟人了 小子 你別囂張 你現在不賣 到時候你什麼都得不到 匹夫無罪 懷避其罪 你懂不懂 我最討厭別人威脅我 這就是威脅我的下場 洛小姐 你也想要別墅啊 條件隨便離開 怎麼樣 不好意思啊 非賣品 那麼多人 都想要那套別墅 肯定會有人對你不利 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它給讓出來 對我不利 包括你們洛家 洛家當然不會 我說這些都是為了你好 沒有必要去得罪那些 你不該得罪的人 我還不知道 有我得罪不起的人呢 我知道你醫術高超 武衣超群 也知道你是因為治好了 黃總女兒的病 她才把別墅送給你 但是你要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些人 那些人 到時候你得罪了他們 我也幫不了你 多謝羅小姐 好茶 告訴你 這傻子也太成功了吧 肯定會有人收拾 喂紫雲 怎麼了 雲神醫隊的 我綁了你的女人 你拿什麼來換呢 我綁了你的女人 你拿什麼來換呢 我崩侵了 aging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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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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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你大概 你放心 这怎么 弄一样 说说 有没有人想法 感谢观看 我跟你说两句话 好 那我先走了 林医生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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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